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来到吴士进击 但是港股今早做个表现 一个很淡增强的格局 升高高20点之后很快要倒跌 但是之后又可以叫做倒升 本日来说升48点 报备23684点 事不宜遲 还有十多分钟未开始 立即要请嘉宾出来 请教一下你后视表现 Mike 你好 是 番茜姐好 现在恒指的走势有点越望 越不知道方向应该怎样走 有些人觉得可能还要试低位 有些人觉得会不会有机会 年底都博有些少少反弹 畢竟都累跌了那么多 你的目标又怎样看呢 我自己觉得都是习幅上落 试低位又难一点 始终你望着今天那个成交 半天那个成交又熟了一点 600亿都没有 很多资金都可能抱着火价的心情 我又觉得其实那个股压不是那么沉重 但是至于你说大不大得起的话 可能将那个目标放在24000 看看有没有一些好消息配合的话 25000都我相信有一半的机会到 始终叫做年底 有些粉色处昌的效应 不过整体上大家那个 我相信那个入市的气氛都是麻烦的 始终今年的表现那么差的话 一冻不如一静 尤其是大家市场的信心 也都放着围绕着内房股 或者物管股相关企业的财务问题 或者会不会爆補 始终都会短期之内困扰着大市 不过问多一点 有时都见到恒指整个港股都跌得比较 可能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残 算不需要一个入市的机会 还是你觉得不如还是等多一会 因为刚才你都正如你所说 那个气氛不是太好的 大家可能都是比较观望的情绪 是不是都这么想 都是的 就算你有些一种是说 现在港股其实你说那个股值是吸引的 甚至乎你看恒指的PB帐面值 即是跌到去 已经是低于PB1 其中一个叫做长线买入的讯号 但是始终今次那个跌市 都是比较难去预测 究竟那个逮捕在哪里 不多不少就是说 那个跌市的成因 都是一些政策上的风险 这一方面就比较难去预测 或者很难去提前去预判 唯有你那个做法 都是说真的等整个市是跌定了 或者在那个政策上面 那个方向有一个转向 或者一个明显利好的讯号 才再入市都未迟 始终你都不肯定 那个政策上面的调控 或者对各行各业的个别的打击 或者收紧一些监管的措施 究竟会不会陆续有利 或者是对监管的问题 究竟是否真的会挥之不去 所以你提早入场 我又觉得不着迟 也不是这么直播 好 似乎入货的 都可能先看清楚一些 找一些利好因素 看到明确些才能入口 这个Mike的建议 刚才提到内房相关的板块 都有份拖累着大肆气氛 讲一下板块的最新消息 看到内地的楼价持续下跌 国家统计局公布 11月的70大中城市新楼价格 按年上升的城市数目 减少2个到54个 下跌的城市数目 增加4个到16个 楼价按月跌的城市数目 增加7个到59个 彭博根据官方数字推算 整体新楼楼价 按年升3% 升幅近6年来最少 而且是连续6个月收窄 按月跌0.3% 年跌2个月 表现是超过6年半来最差 国家统计局强调 全国的楼市总体是稳定 只是局部地区转弱压力较大 马上看整版内房股 今天的表现又如何 其实今天看到内房股 都有一个普遍反弹的跡象 就是融创中国和世贸集团 是要继续向下的 先问一下Mike 其实刚才都提到内地楼价 已经看到持续下跌这个情况 加上最近大家都一直在说 担心他们的债务危机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称当中的风险 我相信现在对内房的投资心态 都是分开两边 如果你是国企的 比如说中海外或华盈置地的话 我会觉得都有一个 在那个估值上面 或者一定中长线有机会是 自己见到见底 或者是值得吸纳 但是另一派的内房股 只是那一批的民企 恒大、世贸或融创 我自己觉得 未来的债务问题 或者是下跌的风险都是存在的 始终今次的债务问题 或者他们的资金链的问题 短期之内 都不是说见得到 那么一个解决的方法 甚至乎内地近期的 对他们这些民企 资金的运用上面的盐管 就是说一些售楼的资金 它可能要撥入一些专项的账户 是发展那个楼盘 不是说不容许那些民企 套现到的资金 可以这么灵活去调动 其实无形中都会加重了 他们的资金链的压力 或者是债务的问题 也都是有观点看 手头上 他们自己手头上的现金 相对于短期的债务 远远都不够上还短期的债务 而近几个月 他们的收益 也是因为市况而大跌的话 所以虽然在排面上 这一批的民企 累计的股价跌幅是非常之大 但是始终我觉得 薄反弹都是非常之高风险 或者是太过进取 都是不建议的 你已经很快的 有些投资者会想 你最近去反弹 好不好拼一拼 不要说是长线握 短线反弹都可能有些莫理空间 不过你都觉得不太建议 但是假设真的要拼拼的话 选择是否都正如你刚才提到 用国企这个想法来想 是比较稳定的呢 如果真是要买 即是继续深水的 都是要对这些内房股有深水 或者真是坚持去投资的话 很明显你都是稳振为常 傾向投资于那一批的国企 始终大家都明白的 国家做背景 一定在那个债务上面 一定不会在银行上面 一定不会出债 或者是那个现金流的压力上面 一定没有民企那么大的话 所以其实你见到那个股价表现 都算是几分夜的 那些民企那个股价好像跌极 都担不起或者隔几天 又可以赛创一个新低 但是相反反之 那批国企的内房股 暂时来讲那个股价 都算是稳定的话 所以很明显是说市场都已经投了票了 大家都是倾向买一些 是有国家支撑 或者有国家对背景的内房股 好的 那我们都不如说一些物管股 因为事关于物管股 最近大家一直在说一点就是 是不是都会担心成为了内房股的提款机 我们看一看消息 版面上都列了出来 就是物管股 世贸服务 收购其他公司的同僚业务 都被外界质疑作价太高 其实最新的消息都说 就是内交易已经是接获了上交所的询问 至于迫伏都有相关消息可以留意 就是承诺半年内是不配股 不会出售和收购超过2亿元人民币资产 还说和壁桂园没有股权重熟关系 市场都在想是否想和迫伏和壁桂园两者之间 好像保持一点点距离 就不要令人觉得是不是真的沦为内房提款机 迫伏和壁桂园两者之间 其实你看到今天整版物管股 都比较个别发展的 刚才提到的迫伏都算是升的 世贸都升到2.8% 其实现在我们怎么解读物管股的版块呢 是不是都看法和内房股的看法一样呢 都会是的 你说那个分析 或者那个投资前景 其实和他们母公司的内房股分析 那个方法我相信都是分别不大 近期触发点都是因为世贸和他们旗下的物管公司 有一些关联的交易 大家始终市场是一个猜度 会不会是一个利益输送 或者是吐空了物管股的现金 就是为了去偿还母公司的那个债务的问题 所以对这一批的物管股以往 可能是大家知道那个看法就是说 母公司越强大的 子公司的物管股就有更加多的物业 去和母公司做一个关联交易 或者去收购壮大自己的版图 但是现在就变成是受母公司拖累了 大家都会担心母公司的债务越多 或者至今年的压力越大 不单止有机会做一些关联交易 去输送利益 利益输送 甚至乎也都近一两个月 也都有个别的物管股 就是因为母亲的债务问题 或者资金链不行 就打算将旗下的物管股 放在市场上挂牌出售 去套现一些资金 我觉得这一方面 都会影响到物管股的投资价值 大家都会觉得你母亲不行 迟早都要是变样的 叫做各样的股权 那个代价也不方便是理想的 所以我会觉得整体上整个版块 无论是内房股或者物管股 都是处于一个恶性的循环 大家都明白 债务问题 一天都 短期之内都解决不了 无论是内房股 或者是相关至公司其下的物管股 都很难有一些次样的反弹 你觉得难看反弹呢 早期六七月的时候 市场很流行炒物管股 那些营起潮等等的消息 那时都很多投资者追了 有些人可能甚至没有货 其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忍痛止蝕了它 还是真的可能都不争取 差了那么久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反弹多一点点 才走人呢 我自己觉得 如果那个持仓比较重的话 都是要守那个纪律 是弱着量去减赤 或者控制那个风险 当然你说从那个跌幅计 当然最危险的都是那一批 都是没有公司 或者那一批的内房股 始终那个债务问题 有机会是个别公司已经是违约 或者是有机会公司 是那个债务问题解决不了的 甚至乎需要集资 或者是公司才会清盘 那这一种这么极端的负面因素 未必说真的适用于在物管股上 相对物管股那个资金压力 没有他们没有公司那么大 但是始终都是比较担心 就是说市场好像都是开始用着脚去投票 或者是从世贸关联交易的事件 好 看得到随时有机会影响到 那个投资前景的话 所以都没有违博了 好的 Mica 刚才说的股份 有没有哪种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你 那我们节目时间够 稍后回来有开市速报 各位来到开市速报的时间 港股今早轻微高开之后 早段都有好胆增持为主 曾经升到过百点 亦倒跌过近七十点 现在下午回来升幅 有三十一点 跌在二万三千六百六十九点 我们看看科技指数 科技指数现在要向下跌三十一点 跌在五千八百五十三点 看看国企指数 国指现在跌10点 跌8千四百零八点 看看五大活跃的股份 牌头位腾讯现在跌1个六 跌在四百五十八个二 配股的保利协银能源升到一乘三 至于阿里巴巴升到百分之三 跌122.8 美团也要跌百分之一 跌243.6 至于盈富基金升到六千 看看碧桂园的相关股 碧桂园服务表明为了增强投资者的信心 就承诺未来半年都不会配股集资 主席都不会减辞 还有预计和母公司碧桂园 不会出现超过两亿人民币的收购交易 两只股份都连跌了三日回升 现在碧桂园曾经反弹到超过半成 是表现最好蓝丑 不过现在下午回来 升幅都收窄了 现在升到百分之二 跌48.6 至于碧桂园也升到百分之二 跌7.1 转看中心 有报道说美国计划更加严厉 去限制中心获取先进的技术 美国星期四就会开会 讨论是否收定中心的出口管制内容 又禁止提供专门用在制造先进晶晶片的设备和技术 改为只要是可以做到这些晶片的设备和技术 都属于禁令的范围 中心现在连跌第四日 曾经见到去十一个月的低位 现在跌幅仍有百分之二 跌在19.52 看保利协音能源 刚刚活约绑都想绑过 配售超过20亿股 每股作价2.49 比星期二收市折量大约2.4% 集资50亿 将会用来做资本开支和营运 股价早段曾经升过1.9 升过3元的水平 现在升幅收窄 升到1.3 跌2.89 看八制神州 今天在A股挂牌 是第一只同步在AH和美股上市的医药股 不过现在股价都要偏远跌至超过半升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看这么多 回到节目时间 来到下午身边嘉宾有希文 希文你好 今天的港股乘幅上落 早段事故跌幅到69点 23,500点的水平 其后又反弹过8点 之后又回顺 最新来说 轻轻靠稳进仗 最新来说 恒指升幅到18点左右 正在23,658点位置 分类指数普遍向上 工商指数稍为偏远少少 总成家到下午都只有575亿多 后组一向要请教希文 刚才你也有提到两年和十年期 美债息是不断收窄 是不是都预视着呢 其实市场都有少少觉得 预阻联储局未来会放英 美股会否会影响我们恒指的走势 几个因素 联储局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你说英感 其实近期你看包括 宝威在联储局的委员 其实一直都是放英 大家都预期了 未来在今次的会之后 都会比较大机会去宣布 未来会加快减少卖制规模 有150亿加快到300亿的话 即是说明年3月就完整了 3月完整之后 下一步大家就想想 什么时候加息呢 现在看利率期货应该是最快 有两个窗口 第一个是5月 第二个是6月 其实两个都是大概四成多 所以未来大家要看着 今晚开完会之后 或者明天开完会之后 大家睡醒看着点阵套 去年看委员 对于未来一年的加息 究竟是加多少次呢 其实是有些端倪的 其实近期大行也都 有些的预测 也都开始转英 原先说估一至两次 现在基本上估两至三次 最多 之后两年呢 即去到二三二四年 其实每年再加多两次 所以暂时来看 息口走光 其实对于不单是港股 对于风险资产来说 未来都会造成一定的压力 尤其是港股来说 大家也要考虑多个因素 就是内地的因素 始终今早上出来的经济数据 除了工业增加值之外 全部都是差弧市场预期 所以反映到经济的活动 都是比较弱的 所以暂时市 你说今天叫做悶悶的 五百里已经成交了 大家都是站在一边等消息出来 所以暂时 现在这些位置再推上去的话 其实难度都有 因为剩下来 其实过几星期就开始要收牢 所以这些位置就用上去 二十天线 二万四千一 被你穿到的话 再向上去望 相当于镜线二万四千五 其实都不移穿的位置 有机会我们都仍在低位附近 二万四千五百点 就形成阻力在那里 当然你说到内房方面 除了今天就出了些经济数据 未来我们还要担心变种病毒的个案 以及内房的风险 值得关注 暂时来说 都是很窄 现在最新都是升得十二点左右 二万三千六百四十六点位置 轻轻靠稳 再看看期指的表现 最新又是怎样 现在来说 十二月份升幅到五十点左右 轻轻高水 首在二万三千六百四十六点位置 总成交超过四万八千张 来到下午 会否内地股市有什么大大变动 上证都是悶局 最新都是进仗到一点左右 三千六百六十二点水平 创业板轻轻偏远 跌幅到百分之零点一 继续是三千五百点的大关流下 最新是三千四百九十一点的水平 这一节我们详细说一下医药相关股 也有很多消息 先看看最新的股价表现如何 唯独是科希诺 算是整版医药 全部都占了红色向下 只有它是升的 今天见了一个月的位置 暂时升幅到接近一成三 182元的水平 再顶那些破底 另外百製神州今天见了超过一个月的低位 暂时跌幅到百分之五 復星、终生制药等打针股 暂时跌幅到百分之二 我们不如集中看看疫苗相关股的消息 事关美国那边辉瑞药研发的口服新冠药 最后一期的测试结果良好 另外针对科希诺 是不是有些好消息呢 环球时报报道 它的新冠疫苗是有效可以防御 新的变种病毒Omicron 另外科希诺去伙伴爱尔兰药厂开发的 全球第一个吸入式的新冠疫苗 第三期临床试验 中期的结果显示 疫苗的单剂接种14日之后 可以预防重症的疾病挺高 有效性超过九成半 另外百帝神州今天登陆A股 不过算是潜水 IPO价格190元的水平都环绕低 拖累港股这边的走势 今天只有科希诺跑出 怎么看呢 借消息炒吧 大家最近看着 几间全球的疫苗生产商 旗下现有的疫苗 对于Omicron的变业病毒株 究竟有效性是多少呢 当然大家看数据 有些说七成多 有些说三成多 大家要看你是中了招之后 还是中了招之前 如果你说预防性质 其实普遍是低了很多 如果你说真的中了之后 有效保护性 最终出来又不是太过差 平均六七成左右 当然康熙罗也说 他自己出来看出内地消息 总体来说一个研究 初步的结果显示 其实有效对抗生人是OK的 但这个对于是否长期利好呢 我想大家也要留意一件事 你说海外一些龙头药厂 或者这些药苗生产企业 其实他们自己都提到 不是说做不到的 只是说你是需要 可能大概两个多三个月时间 再将现有的疫苗再去升级 所以我想暂时来看 你说消息面 就借着这些研究的调查结果 研究结果是短期炒回一转上去 尤其你看到股价过去走势 一直是一个长期的下降轨 今天你叫它稍微碰一碰 50天线 就下降轨的顶部 差不多了 差不多去到这些位 但是你下一步 你站得稳定在调控十天线 你再向上去看的话 其实都是力重重的 所以如果你说低位 握了货的话 再握下线 就是你说可以再偷偷一点 補一点 之前的下跌列 口附近这些位 都还有一些直播率在 是吗 其实今天是第一重的 你觉得再上 下的货也可能比较多 的而且确 无论七、八月那时 拉下来 一直都在下行的趋势 来到下午的时候 一度都试过升幅大了 今天都可以的 成交急增下出了阳烛 一度下午上到183元的水平 现在都靠近日中的高位附近 进降到接近1成3 康熙乐就首在182元的位置 其实我们说到内地 譬如据报有些 譬如浙江那边 有些新变种病毒的case 上日来说整体 其实讲回新冠的病情 都新增了50宗 本地的确诊个案 除了康熙乐之外 我们会其他疫苗股 都值得去关注呢? 什么形势呢? 如果我们看回类界的表现 康熙乐算是年初至今 还可以微升 0.5% 復星医药药明生物那些 就要向下 跌幅就去到2%至5% 一个月其实都是继续要下跌 尤其是股压来说 药明生物就跌幅 更加去到1成左右 那些打针鼓其实还过气了没有? 可不可以说 要从几个角度去看 就是刚才看到 康熙乐生物就是大家看着 疫苗的后续的事态发展 你说 復星医药来说之前 大家还记得 之前炒了一层上去 炒Beyondtech 在内地的收入 开始贡献出来 股价已经提前反映了 药明生物来说 是的 手头上是有些单是和新冠的疫苗 或者相关的药 打口也是有些关系 但是之前我想我们都提过一下 就是说市场对这一样东西 就有些过滤 就是说疫苗 对他们的收入贡献 其实未来的战比是逐步降低 就是说 他们在其他非疫苗领域的一些订单 是相当之满 但是大家也都要留意一样东西 就是毕竟你药明生物也好 甚至其他的CRO的龙头企业都好 其实年初到现在为止的表现 其实还跑赢恒指和国企 有时候去到临近年底这些时间 对于部分的机构投资者来说 如果说手头上你还有钱赚的话 基本上都在这些位置 埋了单算数先 明年才再玩过 所以我想暂时离开 基本上药明生物来说 其实从他们的头三季到业绩 手头上其他主要KPI去看 其实是OK的 对于未来两年的增长 只是说真的市况不就 再加上一些年底 一些连结的相关活动 那可能是拖拖股价 年底回跳 会否反而有吸引好机会呢 因为我知道你除了药明生物 还有两个你都还看好 康隆化成和海来英 主要的策略就是选择一些 不光是内地 海外业务都比较多的医药股 不过海来英算是半身股 它就做CDMO那些来的 上市之后 其实今天都还要破底 是 那是机会进入没有 就是 就不用立刻冲进去的 尤其你看到半身股 上了来之后 连跌了几天 一路向下市场低位的话 又不需要太过急的 就是等到短期技术指标 就要开始有少少的底背持就去薄一下 因为始终我们一向提到 就是说这些CXO的龙头企业 如果它们海外业务 是你占到七、六成、七成流上的话 对内地政策性的风险影响相对比较低的 对 所以在龙头里面 我们也是选择刚才的三个 对吧 因为内地除了大量采购的影响性 规管也是监管的影响 会影响他们的 profit 值得关注 看海外业务占比较大 可来鹰今天再次的破底 曾经落到335.2 其后有些收窄 现在跌幅12.3% 我们就先时间再聊一聊 回到这个节目时间 再跟进大市的形势 恒指來到下午一度輕輕度跌過 現在呈現一個好淡拉鋸的情況 最新來說 進漲不夠1點 今晚3636點水平 A股方面繼續偏遠 現在三大指數都是向下 上陣指數方面 日中低位試過3653水平 現在貼近低端位置 跌幅到3點 做3657點位置 深淨成份指數跌幅更大 現在百分比跌近跌近0.4% 再看最會的港股 排頭一位有騰訊 最新偏遠跌幅到0.4% 補貼音配股之後 都保持有急升到1成過外 最新來說 進漲到接近1成4 日中高位試過3元 現在縮一縮 跌回2.9 阿里巴巴升少了少少 現在升接近3% 美團跌幅接近百分之1 盈負易金 跟著市場 輕輕來說 升兩先 6至10位 有邦偏遠一點 現在跌幅到0.3% 小米一年低位之後 暫時跌幅到百分之1 建行偏遠一點 跌一先 恆生中國企業跟著國子跌八先 中心國際市場都有點憂慮 會不會美國的制裁會加大 暫時來說 跌幅到百分之3個外 看看大家關心的藍籌股 匯控方面 都站穩到百分之1個外的進漲 最新來說 守得住45元邊的水平 煤氣方面 靠穩島 現在來講 升到0.5% 幫幫家庭觀眾的時間 首先有短訊問題 有陳小姐想問 銀行娛樂27號 39.8買了 短期上網多少呢 短期就有些技術反彈的 因為始終個別技術指標就有少許超買 尤其14的RSI 都落到30附近的水平 基本上大家都是看著幾個因素 現在的通關因素 之前的博彩中介營業務 可能會對博彩營運商會有些影響 但實際上對於銀行的影響 在一眾的倒估裏面相對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當然現在的估值方面都是處於近年低位 但始終疫情因素 甚至通關因素來講 仍然是拖著估值 所以暫時是39.8甚至40元附近這些位置 都行好 未穿9月的時候低位的 即38.4元 先拿著 上去看 看看有一下技術反彈的話 看看可以駁高一點 即11月尾維流下來的下跌 底附近大概44元 或者再高一點45元 其實駁10元反彈的空間其實都有條件的 但一定要走得快 看一城的水位 剛好是貼近40元 39.5元的水平 現在暫時來說 進漲到接近2% 銀魚就在40.35元的水平 簡單說其他博彩股最新的形勢是怎樣 現在普遍都可以向上彈 美高煤中國升到3% 新豪國際彈了接近5% 其餘泳利澳門 澳博金沙中國和銀魚 升幅介乎1至2% 還有家庭觀眾想問 中移動941 譚小姐就Apps問題 49.4元買了 回A股價會否受到影響呢 其實影響未必會有很大的影響 可能就會衝一下上去 但又不像當年中芯回去A股 這樣上去 砍了40元 始終中移動來說 今次回A 其實集資規模都大 你說對香港這邊的H5會不會有很大的提振呢 短期上會有一點點 但我們更加著重的就是看著基本面 你說行業競爭就舒緩了 甚至接下來說Apple來講 其實是有機會再慢慢上去 還有去到現在這些位置 大家都是在說一個防守性 就是中移動 現在你說6多的顏色的話 明年可能是7多的顏色 其實防守邊制一定是很強的 但亦都沒有期望它可以 你說跑贏大市 因為始終我們當它是半隻公用股去看的 所以你說49多的話 跟現在的現水平你差3個領 就是大概5-6%左右 我覺得繼續拿著先 穩健就一定穩健的 但是你拿下這些股份來說 就不要跟你拍賣一些科技股 你拍賣一些很高beta的 就是你可以跑贏的一些相關sector的股份 去做一個直接的比較 嗯 今天的走勢是比較上是反覆一點的 中移動就是 跌到一個月的低位 跟著最新才有反彈 就像你所說 因為其實它的息率都高 大家都預計了 預期息率跟著經濟通 都去到7.8的水平 現在來說 最新反彈上到46.35 其他的電訊股方面 我們都看看最新的形勢是怎樣 之後那些都是 繼續向下聯通 中亞和中電訊分別跌幅是0.7-0.2%的跌幅 不等 還要跟進大行的動態是怎樣 有些行就調高了國泰的目標價 中信李昂 由7.1國泰升至7.3的目標 當然評級都是維持著跑贏大肆的評級 主要看好香港和內地有望通關 明年客運有望復甦 而且貨運的需求繼續強勁 收益率預計可以更高 新的電商以及服務平台 雖然最少直到後年都很難帶來重大盈利能力 但幫到穩定盈利的能源 將明年公司虧損預測 由45億 調低至38億 但補充電商平台可否賺錢 仍然是不明朗 要視乎商品交易額可否增長 兩點就是看通關 第二就是覺得他會虧少了錢 目標價來說 其實他都看得保守一點 就算提升高了 都是7.3的水平 都今天這一刻都是一些低位附近 彈上來的 你還買不買 好過沒有故事先說 我想看國泰來講 大家看著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看著貨運 貨運其實沒什麼太大問題 尤其大家見到之前那些 海運這麼高運費的情況之下 有部份公司來講其實是把原先用海運 轉了來空運的 那裡是對於他們國泰那個貨運那邊的收益率 其實有幫助 那客運方面始終是一個不明朗因素 雖然大家說明年通關 但是通關來講 是和內地通關 年內地通關 初期來講是一個有限度的通關 不是全國性的通關 所以我想後續那個通關那個 就是最部通關的進展 是需要去留意 當然你說真的要做到這件事 對於國泰在內地的一些航線 其實是會有幫助的 我想這裏是會有大家想像空間 但是我們自己看就保守一點 因為始終這個疫情因素 大家也都沒有重去估計的 這件事 所以你說現在股值股值一定是便宜的 那你純粹看市政率 市場率去看的話 但是始終那個經營的局格局 其實也都沒見到很明顯的 復蘇 尤其是在客運方面 所以我想暫時短期反彈 那你說再望去高一點 20天線附近 6.6流上 就開始會有阻力 是吧 先第一個阻力位 6.6的水平 暫時進漲1.5% 6.47 至於中資電信股 近來都是一些 區間上落 今天來講 集體都可以上升 國行方面 升幅 現在來講 進漲去到1% 左近 手續5.14的水平 東行和南行方面 都是靠穩進漲 現在來講 升幅去到大約 0.7% 看完那些 飛機股 我們要看看 車股 有袁小姐 想問 吉利汽車175 26.5買了 前景怎樣看呢 看明年 今年基本上都 打不到標 但是純粹看明年 他們在那個 新能源汽車的佈局 甚至後續來的 新車的一些 管線 就是 pipeline 其實是OK的 只是說近來 大家又開始想 如果你疫情 大家有 出了一下出來的話 可能會對整個供應鏈 可能會有多一層障礙 暫時你看 吉利的股價 都幸好 到現在為止 都還未跌穿 9月份的低位 當然你現在拿的價 是近一個多月的高位 26元 所以如果你說 股價來講 可以 再下低一點 就是如果 你下回去22元 你手上有限制資金的話 可以再加多 將平均成本價 拉低 當市況好 車股開始 做好一點 供應再鬆一點 其實車股要開車 其實不是一件難事 大致要給多一點時間 和車相關 我們先跟進 禁風 因為有胡先生 想問 1772 136.4 買了 拿著它 你又放呢 拿著它 其實看 禁風來講 過去這 兩個 三個月的股價 跌定了 其實你是不是說跌又不是叫跌 但是你見到股價 基本上你拉橫去看 其實是有少少像一個橫行的格局來的 由九月到現在為之 下面大概一百二十多元左右 上面去到一百五十多元樓上 基本上有行人止步 尤其是你之前的歌下落到二百五十天線 一百二十多元就打了底 所以你一百三十多元 跟現實平均差不多 好 拿著先 有機會上一百五十元的 就先行街計算 看看一百五十元的目標位 暫時靠穩進障 謝謝希文和我們分析 我們再休息一集 一節的財經消息 我們上個月主要的經濟數據表現參差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按年上升3.9% 是三個月以來最低 亦都差過市場預期4.7% 工業增加值按年升幅加快至3.8% 但固定資產投資 升幅延續今年以來回落的趨勢 頭十一個月按年升5.2% 增速是今年以來最慢 國家統計局表示 經濟保持穩定恢復 實體經濟繼續加強 但國際環境更趨複雜嚴峻 國內疫情影響仍然持續 供給以及需求仍然面臨著較多的制約 國際環境更趨複雜嚴峻 國內疫情散發影響仍在持續 供給和需求仍面臨較多制約 儘管存在著多重的壓力 中國經濟長期上好的基本面沒有變 隨著宏觀政策調節的力度加大 保供穩價繼續顯效 擴大內需持續加力 其的預期有望保持總結穩定 有經濟師就認為 內地的經濟存在挑戰 預期人民銀行在明年 第一季有機會再降準 以支持國內的投資 限電的情況改善了之後 工業生產值的確有 相對有一個比較好一點的表現 但其他部分 例如投資 或消費方面 仍然面對不同的壓力 無論是疫情方面 或者監管方面 所以未來來說 中國內地的經濟似乎 都會有少少的挑戰會存在 人行其實是希望 貨幣政策比較穩健 希望可能支撐整個經濟 但明年第一季度 有機會會再降準0.5% 很明顯是要支撐投資方面的活動 人民銀行下個星期二 將會在香港發行 50億元人民幣央行票據 日行公佈為了豐富香港 高信用等級 人民幣金融產品 完善香港人民幣收益率的曲線 將會在今個月的21日 在香港招標發行 50億元人民幣央票 期限6個月 相關的央票 是今年第十二期央行的票據 看看恆子的最新表現 最新靠找到進障升近1點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多謝收看 報在5838點 看看十大戶有股份 排頭位騰訊也要偏遠 跌2元 報在457.8 保利協欣 折讓大約百分之二 配股集資超過50億 股價可以升到 挨近1乘4 報在2.9的位置 阿里巴巴最好藍醜 暫時升到3.1 升幅有超過百分之二 報121.8 微團也要偏遠跌2.2 報244元 盈富基金升四線 看第六至十位 小米今天要跌超過百分之一 看到16個月的低位 報在18.2 遊邦暫時靠穩 升到五線 中芯國際也要跌 挨近百分之四 恆生中國企業跌八線 建行也要跌一線 看看其他主要藍籌股 聯儲局議席之前 部分地產股 部分內銀行股都做好 現在匯控都升到超過百分之一 報在45.1毫半 中移動升到三毫半 港交所有跌超過百分之一 煤氣正在升六線 看看內房股 碧桂園服務就承諾未來半年 都不會配股集資 主持又不會減辭 又預計同母公司碧桂園 不會有超過兩億人民幣的 收購交易 暫時現在碧桂園和碧桂園服務 都可以有得升 現在碧桂園升到百分之一 報在七銀零五線 碧桂園服務更加升到超過百分之二 報在48.4毫半 至於恆大 該部廣東省政府工作組 要求恆大暫停所有的資產儲置 先摸清資產負債表的真實情況 恆大現在下午都要偏遠跌一線 報在1.59 至於世貿 繼續都有不少的消息 據報世貿集團正與信託公司去討論 延長產品到期還款日 可能涉及30億人民幣 旗下的世貿股份 都是被上交所要求解釋 向世貿服務出售物管資產的必要性 是否通過轉移資產輸送利益等等 看到世貿仍未止跌 現在跌超過百分之二 世貿服務結束五年跌 現在回升到超過百分之二 報在4.98 雖然有得升但也繼續有大行去調低 世貿服務的目標價和評級 當中野村將世貿服務的目標價 大削8.5至4.65 評級都降到中成 擔心世貿服務收購世貿股份 旗下的物管業務交易 最終目的其實可能是將資金轉移到母公司 舒緩對方的流動性壓力 不過高盛看法就相對樂觀 認為母公司的流動性壓力 已經充分反映在股價 不過還是降低目標價去到18元 轉看一些醫藥相關股 康熙諾就說有內地媒體報導 他旗下的新冠疫苗 可以有效去防御染種病毒Omicron 看起來下午回來都越升越多 上升到180元 現在升幅有超過1.3 是182.9 至於白濟晨州 今天第一日在上海科創板掛牌 是第一隻同步在AH和微股上市的醫藥股 不過A股首日掛牌都要潛水 最多低超股價1.9 連帶在港股方面都跌近6% 在試中日中的低位 去到三個半月低 現在暫時佈在165元 至於其他醫藥股都是偏遠為主 終生制藥跌近2% 讓名生物都要跌超過1% 至於照獻新藥更加要跌超過7% 看看電力和煤炭股 內地頭11個月發電量升超過9% 電力股都有炒作 華氧電力升到14年的高位 現在升幅都有超過6% 佈在26.4 華電國際電力升到超過7% 華能國際電力都升到超過6% 佈在4.9 至於煤炭股都有回升 神話升到超過1% 做在18.28 燃洲煤更加升到超過6% 看看中資献商股 今天人行正式降準 向市場放水 大約12000億人民幣 部分的献商股都有得勝 中金升到超過1% 佈在22.05元的位置 中信見後都升到3% 節目時間夠了 多謝收看 謝謝 來到照顧錦龍的時間 星期三和大家談談資金流向 請我們的嘉賓出演 有黃耀忠Andy Hello And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這星期大家的焦點 都看著美國聯儲局意識 當然避險資產也有反應 因為現在來講 隔晚美國PPI的升幅那麼強 通脹會不會再升溫呢 美國加息復復會不會再埋伸 看見美匯指數 一個星期來計算 稍稍強一點 由上星期三 59.8的水平 上去96.5的水平左右 至於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 稍稍回跌 上星期 已經有加息預期升溫的聲音 曾經去過1052的水平 其後 看回現在最新 都去到1043左右 至於日元都是平穩 在113.6至113.7那裏徘徊 今個禮拜來講 總結上星期曾經見過1786美金 之後就跌回1770美金的水平 主要都怕美國聯儲 可能加息步伐比預期的早 Andy 你又覺得避險資產的資金流 有什麼啟示 其實整體來說 傳統的 即是三保 其實我們見到避險資產的走勢 都沒有出現一個很明顯的方向 又不是特別 看得很看好 或者很看淡 我相信 其實整體來說 最主要大家都是看著 究竟 接下來聯儲局 究竟今晚 會不會有些新的方向 才會做到一些震盪 當然現在這段時間 大家看著的就是 聯儲局說的東西 會不會跟通脹相關 會不會寧願加息相關 正如剛才Noreen 你也提到 其實剛剛出了PPI 就很厲害 即是突然破了頂 令到市場 昨晚應該就有少少害怕 就是明明見到 CPI 之前過去的通脹 都有少少數據 像是那個增長速度 好像開始減慢 但怎料突然間 傳統上大家覺得 PPI是一個更加領先指標 去看通脹會不會再急升 怎料突然又破頂 所以就會好像有少少害怕 聽下去 但是如果我們細心看 其實就會見到 PPI 如果我們說逐個月的變化裏面 其實是一次比一次 整體來說 就是每一個季度 那個增速是減慢了 所以其實我們都有留意到 一樣東西 就是說 原來看資金流 就好像市場的反應 告訴我們 他們好像開始想在 這個叫通脹的主題 好像有少少鑊 例如現在大家 在螢光幕上面見到 就是通脹的債券的資金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就是過去三季了 你很明顯見到 橙色那條線 就是在外流通股數 整體來說 是一直扯上去 就是向上 就是資金流入 反過來 近一個多月 反而資金 就開始沒有之前 那麼踴躍地流入去 這個是第一個因素 令我們覺得 會不會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通脹這個主題 未必是下年大家的投資主題 是的 以及你說除了避險資產 其實暫時都沒有什麼方向 太大反應之外 通脹債券 就是資金 初初 現出 流走的情況 即是說 都可能 未必那麼害怕 還有就是 美股身上 其實金融股和科技股的資金流向 是不是都啟示到 似乎美股已經逐步反映了這個因素 其實是 因為其實我們會覺得幾神奇的一件事 如果大家真是這麼留意著 通脹這個炒作主題 再加上加息收水這個通脹的主題 除了我們看著通脹債券的資金外 我們通常都會看金融板塊的資金流 看看大家覺得 未來的加息會不會很快 大家會覺得 這個經濟復甦究竟是不是很強 但如果我們看著金融板塊 即是美股那邊的金融板塊的資金流 其實過去這幾個月是很反覆的 縱使剛才我們有提到 即是說 那些十年的國債有時 扯了上來不少 或者叫反覆覆 但大家應該要有個加息預期 但是那些錢就反而沒有偷步去做這個操作 令到我們會在想 究竟會不會這個主題 真是今年叫做 其實真是price in了不少 大家會不會覺得 未來的Yield 未必可以Yield curve 會扯得太高 這個可以留意下 而另外一點 也是剛才Lauren有提到的 就是 科技板塊 傳統上 大家會覺得 一個叫做收水加息的周期 短期裏面 其實應該是對於一些叫做 科技板塊 尤其是一些高增長的板塊 是不受惠的 但是反之我們見到近這兩個多三個星期 明顯見到這條橙色線 即資金流入 反而他們更加敢流入 但是過去兩三個星期 其實在一些通脹數據 那些東西 剛才都說了 其實反覆 好像應該是要利淡的 但是那些錢就調回向上 所以簡單的總括來說 就是剛才過去的三張圖片 我們就會見到資金流的方向 看來跟現在新聞主題 是相反的方向 所以我們會覺得 都挺期待 究竟接下來這幾天 即FOMC之後 究竟市場 會不會有一個 突然反高潮的反應出來 那我們可以 拭目以待 就是說 我們隔晚見到科技股回 但是你見到 比較中市的資金 短期的資金 不是 即逐步 其實是在流入科技股 當然今晚記得看實 就是聯儲局 意識會議的結果 但是都要想請教你多些少 始終 現在PPI升幅大 大家擔心傳導下去 通脹會升溫 最新 CNBC的調查 都估計 接下來就會公佈 每個月減買債 加碼去到300億美金 明年3月之前 可能都結束了整個買債計劃 緊隨其後 有機會就會加息 亦都有分析員估計 未來兩年有機會加息 大約三次 Andy 你又覺得 現在好像加息的部分 越講越前 早前Fat Watch 估計 美國加息 是明年6月 的時候 上升 現在甚至乎 明年3月之後 都已經有機會 你怎樣看法 其實我覺得 整體來說 如果參考過去 究竟收水 加上加息 是否真的要大家 去到那麼緊張 在股市上未必是 因為其實 大家都要看 盈利增長 是怎樣 可不可以 去cover 這些影響 即成本上的影響 但是簡單來講 我們自己 剛才都提到 其實CPI 其實 最近 都叫做按月 其實動力 已經不算太強 尤其是 PPI按季 每次的客人的情況 都是一次比一次低 簡單來講 每一次的通脹數據 雖然看著按年 變化就好像很誇張 但是 看著按月 按季 其實就看來 一次比一次 沒有那麼害怕 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自己都會覺得 其實大家今年最害怕的 一些通脹的關係 或者叫供應鏈的影響 隨著時間 和疫情 可能真是可以受控 即叫做可接受範圍的受控底下 應該不是去到那麼緊張的 所以我們自己都會覺得 通脹應該 夏年 會是 尤其是 應該到第二季 明顯開始會回落的 加息可能巡例 最多都是 第二季加息一次 這樣 但是 你說 你剛才都提到 有些分析員都講到 兩年才加過三次 其實我們自己覺得 對於市場來講 絕對好 會有一個消化的能力 好啊 你又覺得會溫和一點 始終通脹未必說 在明年 還是那麼繼續高企 還有 都要看新冠變種病毒的影響 這個比較難估計 你覺得 在五、六月 才慢慢有機會 會加息的 當然 過去 這個禮拜 究竟資金又如何部署呢 在這個環境之下 看到 富稅的報告 就是提到 環球的資金流向 如果按照計 其實傾向 是保守了 為什麼這樣說 就之前 一直都有資金流入的 加密貨幣基金 開始 有些 淨流出的狀態 不過流出金額 大約 都是 一億幾美金左右 就不算 很多 扭轉了過去 15個星期 都是正流入的情況 但是比較多的資金流入 都是股票為主 其次到債券 少量流入貨幣市場基金 既然資金都 股票基金居多 究竟他們買些什麼 還有金額有多大 直到 就是8日 10月8日 那一個星期 其實就股票基金 流入金額有198億 富士統計了 比較多的資金 都是流入美股為主 版塊來說 有科技股 零售股 甚至乎 SRI ESG 這些環保概念的基金 都是有資金吸納的 這個星期 大家當然要看 聯儲局 主席怎樣說 或者 整個會議的意識結果是怎樣 那怎樣影響資金流向 特別是美股 是否仍然吸引資金流入呢 那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覺得科技股 看來剛才都跟 ETF的資金流向 是符合的 大家看來真的不是那麼緊張 加息步伐 或者收水的情況 反而反而我可能想強調少少少的就是SRI和ESG那邊 即是 叫做 環保 或者叫做 社會管治 企業管治 那些 其實 會是 我們看到資金流真是非常之踴躍的 其實每一年 那個增速 都是不斷有提升 今年已經有過倍數的增速入去 而最特別的一件事 我們見到 就是其實 現在他們每一季 可能開始很多不同的機構投資者 他們每一季去做一個再平衡 就是rebalancing的時候 都會再明顯 突然那段時間 又有一些新的資金流入 進入ESG相關的項目 所以我們相信在這個資金流 會有一個很大的趨勢 再加上 其實我們開始會見到 從ESG相關的概念 過往大家經常都想 究竟是不是 我為了社會貢獻 就要犧牲回報呢 但其實過去這年多 兩年 開始多人留意這件事的時候 就真是更加顯示到 其實ESG SRI這些因素 是反而令到這些指數 是跑贏傳統的指數 所以可能 無論在一個 大家開始願意為社會 去做貢獻之外 亦見到很現實的一個層面 就是表現都會跑贏 這些都會容易 令到資金去流入 這樣 這個是特殊 你也留意到資金流向 但是大家 除了說 現在新興概念 環保 企業管治 大家記得看實之外 美股 這個星期 或者上個星期 開始都不少大行 看淡 開始說明年 不知 估值貴 另一方面 考慮到美國的加息因素 有機會 有一些大一點的調整 Andy 你怎麼看法呢 我相信 其實 未來的波動會變大 所以大家要有個 心理準備 其實 不要再 如今年 大部分時間 只是三四個 回調 去一個 一個合理一點的預計 即是說 六至十個percent的一個 是經常性 有機會出現的 健康調整 所以其實 我覺得大安說的是對的 大家預計了波動會變大 不是股災 但是我相信 今年有個最大的分野 尤其是過去這幾個月 在這幅圖 大家都會見到 明顯是大型股 跑贏 小型股 甚至在美國那邊 最近是有說到 其實這個是帶著 牛角的熊市 表面上是牛市 其實下面的底層 很多是跌了下去 因為有些人說到 納子 如果你沒有了最大的 幾隻科技股 Apple Microsoft 其實納子 今年都是要變負數 所以其實變了我覺得 大家就可能要留意一下 會不會 未來這幾個月 即過完FOMC之後 反而是輪到大型股的指數 開始整頓 然後就輪到中小股 就會開始跑出 好啊 也都留意著 富稅的報告 資金是否持續流入去美股 或者 那個規模 有沒有減少 當然 資金 既然 美股 都仍是有一定吸引力 加上 你剛才說 ESG 都有資金吸納 我們港股有什麼情況 會不會少了錢來 但是又未必 因為富稅 就是上個星期的報告 提到 單計股票 ETF的資金 港股 就在資產管理 規模佔比 裡面 淨流入 入了十大 兼且是首位 如果現在這樣看法 市場資金 是不是在想港股的股值 的相對吸引 都會配置 整體來說 我覺得 大家都會看著 港股 是不是因為 跌了那麼多 所以會開始 又做回少少個 rebalancing 我都不敢說 港股 真的叫便宜 但是 最少 我們會見到 無論港股 或者叫做 亞洲高息債 或者叫做中國高息債 甚至 中國科網股 整體來說 都是有資金流入 我們唯一要看實的 就是 究竟之後的市 如果有個明顯 少許的反彈 之後 那些錢 還留不留在 究竟這些 是熱錢 還是 究竟是 一些真是 長線的資金 因為始終 現在中期 我們還有 看到下降 通道在 短期的 真是你要突破 24800 可能才叫做 開始向好 發安 好 多謝Andy的分析 我們記得看實 是否恆子未必說 這麼快見底 多謝Andy 我們這節目 謝謝收看